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起来已经四五十岁了 还出来露脸 他们就会想说 你可不可以就是露一下什么 他们就会这样讲 对 那我就会跟他们 就是开开玩笑说 哎呀 不好看啊 对抗网友骚扰或是酸言酸语 都是家常便饭 直播主有时候还得来断 热舞吸人气冲高商品买气 但看准公时弹性 不少人抢赚直播财 像二十五岁的花花 平常是show girl和活动主持人 靠直播拍卖 每个月能多赚二到三万元 我这次推荐的都是非常 私房个人菜单 透过镜头带路吃美食 YouTuber也成了当红职业 凡那拥有三十一万粉丝 正值工作是剧组美术场季 但靠拍片光是接业配 月收入就能多三万到四万五千元 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只有你的亲朋好友 会看你的影片 可是我有一支影片 就是突然爆红 那时候是YouTuber就是告诉我说 你可以去领钱 我发现说原来这个可以赚钱 当网红靠人气吃饭 从零开始不容易 要实力也要有点运气 三十万里为生西书名头的 我发现了 我发现了 我发现了